弟兄姊妹,平安,今天4月21号,我们来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2章,从这将经文的14、15节里,要和大家分享的是,主的话怎样应验在保罗身上。 我们先从14节看起,他又说,我们主中的神卷取了你,叫你明白他的旨意,又得见那一者,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,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对着万能为他做见证。 这段话是昔日,当保罗在大马社的路上,他遇见主,荣耀的主向他显现,然后他眼下了,他到了大马社城里的时候,主就向大马社城里一位敬畏神的义人,也是基督徒,名叫亚拿尼亚,主向他显现,拆拜他,去把主的托付告诉他, 托付托罗,当亚拿尼亚到了托罗家中,为他按手,托罗眼睛就开了,托罗就是受洗了,然后他照着主的话对托罗说,所说的就是这一段的话,那当时,主托他向托罗所说的就是,我们主中的神卷取了你,叫你明白他的旨意,所以保罗后来很明白神的旨意, 主的话应远,然后又得见那义者,就是指耶稣基督徒,因为主向他显现,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,保罗也亲耳听见,主对他所说的,然后,因为你要将所看见,所听见的,对着万能为他做见证, 保罗所看见的就是荣耀的异象,主在大马尸路上向他显现了这位荣耀的恩主耶稣,基督是他的异象,他看见了,然后呢,所听见的就是,主在天上对他说,托罗托罗你,为什么不不不? 然后,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,主托罗他,主告诉他,他应该怎么做,后面他就很清楚知道,主对他说,你要在外邦人,以色列人和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,所以保罗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,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,知道主的托罗,同时也传给犹太人, 再传给,就是,当他受审的时候,他就传给所有的,无论是,这一个,啊,巡伏啊,是长官啊,是君王啊,保罗都传,是亚基伯王啊,甚至在该撒台前,他都传,应验了主对他所投赴的方,所以主论到保罗的这些话,完全应验在保罗身上,今天我们特别留意这里一句话, 就是,因为你要将所看见,所听见,对着万人,为他做见证,对着万人,在保罗传福音的期间,你会看见,他在外邦曾经是,合成的人都来,对着万人做见证,传福音,然后呢,这个时候也应验了,不仅对着外邦人,他曾经有对着万人传福音,在以赴作大臣,或者在其他地方,传的时候,当时是, 合成的人都来的时候,保罗就这样说,还有,在此时,因为这一段话,《十字行传》第二十二章这段话,这是保罗当时,是对着耶路撒冷的众人, 因为在前一章二十一章,你就提到,这个,当时,有人见到保罗,和这个亚西亚来的基督徒弟兄们,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街道上,他们以为保罗带着,他们进入圣殿,带外邦人进入圣殿,所以他们呢,就, 大声的,的喊叫起来说,保罗带外邦人来误会圣殿,结果,犹太人为了保护圣殿,整个耶路撒冷就震动起来,一震动起来,哇,四面保护的,犹太人是,个人离开自己的家,来到圣殿,要保护圣殿,然后就把,保罗抓起来,要打死他,就在这个时候, 这个,我像是神感动的,就是这个巡抚,迁夫长,迁夫长就派人下去,把保罗,这个,救上来,保罗刚刚给,抬到这个,这个迁夫长的兵营,兵营营楼的时候,要上楼梯的时候,哇,那些人,汹涌澎湃,他们直接把保罗,提起来,提到这个营楼,还没有上营楼,就在阶梯,高一点的阶梯, 阶梯上面,保罗就对迁夫长说,啊,给我机会,向他们讲一讲,然后保罗就站站那里用西伯来话,对众人讲,无论是大祭司,无论是祭司们,无论是犹太,这个议会上的,哇,这各派的人士,还有全耶路撒人,为了犹太的大叔,非常激进,为了保护圣殿,都来了,那何止一万人,那不知多少万人呢,啊,在圣殿门口, 这个大的广场上,不知多少万人呢,保罗就在那边,为耶稣做见证,就正如这一张圣经的内容所讲的,保罗把自己,原来,曾经是大祭司,所得利的助手, 是拿着大祭司的,这个,的命令,的许可,的权品,的许可,到了大马社,这个叙利亚大马社,要去捉拿基督徒 结果就在路上,主向他显现,他依据了耶稣基督,他把自己的经历,完全向当时的犹太人见证出来,然后又以神话为本,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所以你会看见,保罗实在是把自己的生命施制堵啊,他已经是差一点给犹太人打死,是在那一个时候引述了多少的,给人又打又,又拉持,差不多差一点伤命,但是这个时候给救上的时候,一人来看,那会惧怕吧, 会为了省麻烦,免得犹太人整个暴动造反,那他连命都没有,没有,他就站在营楼的阶梯上面,对众人传福音,保罗这个机会啊,他明知道犹太人是不会信的,他明知道犹太人是非常硬心的,甚至在神的义令里面,就能领导外邦人,犹太人是不许干明的,保罗知道,但是,他是爱,他是同胞,他不仅害外邦人,同时爱他同胞,爱他,无路之路, 他曾经说,就是自己被救主义,基督奋离他也愿意,他说我心里所求,向神所愿的救死,以色列人得救,这就是使徒保罗,他很爱那些犹太人,即便犹太人逼迫他,要杀他,他再用害他了,所以他保罗这个机会,主的话应验了,他是一世对几万人,弟兄姊妹你看看,平时彼得在耶路上传道的时候最后最多几千人站在那边,但是这次犹太人是为了保护圣殿,是 整个合成的人都跑来,这一次的大行步道会,不需要基督徒去邀请,是所有人都跑来,他们跑来的是想保护圣殿,结果就听到福音,哇,神的依恋,高国人的依恋,保罗就把握这个机会,是可以传给整个耶路撒冷全场的人都听,哇,这一下子,人人都听见耶稣基督復议,保罗把自己亲身的经历,怎么在大马圣路上看见异象,异见复佛的耶稣, 哇,这是耶稣复佛的见证,非常有力,弟兄姊妹,我们看见,主的话一定有力,但是,使徒保罗是那样的忠心依族配合,那样忠心依族配合,所以呢,福音就能够,哇,一下子传遍整个耶路撒冷,比开一场一百场步道会的影响也还大, 因为许多人可以不来听了,但是这一下子,所有他人都来,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来,那一下子和真人听见,哇,不得了,福音传开,甚至您兵营千夫长和所有外邦那些军队的兵营都听见,所有恨他的人都听见,这是多么奇妙,主要道就传开,所以保罗是对着万人来为耶稣做见证,亲爱的弟兄姊妹,今天主的预言同好, 耶稣说,这天国的福音要传给天家,在马可福音提到的是,神国的福音要先传给万民,末期才来到,所以主的预言就一定应验,就是福音一定要传给万民,耶稣才回来,传给万民听,所以神是慈爱的神,他盼望每一个地球人在地上, 都能够有听见的机会,没有种族的分别,没有辐射的分别,神帮我们每一个住在地上,都有机会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,让他们可以信主得救,因为神愿于万人得救,不愿有一人成,在末章时代今天,把我的感动保罗的灵都感动我们,叫我能够把握机会,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向万人传福音,但是我们最少有机会可以传给我们, 我们作为旁边,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对着旁边的人为耶稣做见证,人人都为耶稣做见证,把自己得救的经历讲出来,得救的见证讲出来,随时都会传福音,随时都会见证信耶稣多么好,讲自己的见证,讲别人的见证,还要传福音,随时都可以,这天国的福音一定传给万民,主的预言一定应验,天地可以飞去,主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去,一定应验,但问题是, 今天我们是否来应验这个预言,若我们懒惰退后,主同样兴起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在不同的民族来应验主的预言,我们有时间讲很多的见证,我有机会,福音,是在印度的地方,我写了蒙神的怜悯,耶稣奇妙救恩,还有这个新生命新希望,他们大量发几百万分的,发力成伊尼,发力成这个 印尼文,其他国家文字,还有翻译成这个印度文,那是很奇妙,特别印度,我讲的几百万分是在印度,那一个在印度是,哇,不断不断的,福音传到最偏年,最贫困的乡族,感谢主,很多人进来,他们建立到非常多的基督小组,太奇妙了, 一个印度教的国家,福音会这样的复兴,全是神的大能,主的法一定永远,盼望我们今天人人都有份,与主配合,传扬主的福音